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东北沿边的延吉市 来到延吉我发现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一种小店 它的名字叫做明泰屋 乍一听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里头是卖啥的 也不知道是吃啥的 后来我趴在窗户上看了看 看了那么三家我发现 里头是边吃鱼边喝酒 吃的是什么鱼呢 咱打听了一下 吃的是明泰鱼 就是沿边朝鲜族人特别爱吃的一种鱼类 看我的身后有一家叫做画图明泰屋 咱尝尝这个味道如何 这个画图是啥意思 就是大家经常看韩剧 里头有一些老太太围坐一起 打那种花牌 就是一甩一甩的 那个东西就是画图 咱不知道这里头是打牌的还是吃鱼的 咱去看看 走 这个不是吃的吧 吃的 这也是吃的 看特别小 好 我现在就坐进来了 它这个小店不是很大 但是好在有这样的包间挺安静的 我刚才把这个菜单研究了一下 咱点了几样菜 主要是吃明泰鱼 你要什么辣度 这个有多辣的 这是正常三个辣 正常三个辣 这个菜挺辣的 对 这个菜比较辣 那就来一层 上面是一层特制辣椒酱 行 能吃辣就来这个 这是鱼皮包饭 鱼皮包饭 这个鱼皮包饭是干鱼皮包的 对 干鱼皮 扯下来 然后这个小明泰锅 这个来个小的吧 嗯 烤杂泰鱼 烤杂泰鱼 对 烤鱼 为啥叫杂泰鱼 杂泰就是明泰鱼干的 就是杂泰 杂泰 是吧 干明泰鱼 然后再烤了一下 对 行 再来个温面吧 再来个温面 来点主食 好 吃到这些就行了 这个喝酒是 你们这是不是有一个叫 叫什么 小明泰eniz 宝宝宝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喵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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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也是30 这个辣明太鱼是35 这个小锅是48 这碗面是10块钱 我觉得价位还是经济实惠的 这碗肚子在饿 咱先尝尝这个温面 不吃一会就驮了 上面是一些青椒还有腌菜的一些臊子 这个面是用玉米做的 玉米温面 特别爽滑 很顺滑 是有一种青椒味 来到盐面 除了大名鼎鼎的冷面 你还要尝尝温面 就我口味来讲 我觉得这个温面更适合我 温面的发源地 是离盐吉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头道阵 这个阵不仅有温面 还有明太鱼 温面的历史没有冷面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了 我觉得这个味道挺符合我的 蛮好吃 而且是玉米面的 特别健康 来到明太鱼窝 这是一个吃辣的地方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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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辣椒 吃辣椒最好就是搭配一个冰啤酒 冰川啤酒 这是当地特色 一定要喝一喝 来尝尝这个咋样 挺清爽的 不是特别苦 咋喝着这么像青岛啤酒呢 喝啤酒配这个烤明太鱼是最好的绝配 看这个皮稍微烤了一点糊 特别的香 它这个是鱼干 然后泡了一下 泡完以后又烤了 所以说吃起来非常有韧性 在严谨的啤酒屋 你看很多大老爷们喝啤酒吃鱼 都是这样撕着 非常有韧性 看到没有 拿牙扯着吃 吃的就是这个筋头八脑 吃点 给劲 越嚼越香 里头的这种香味慢慢慢慢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明太鱼 你千万不能大口的吃 要一丝一丝的扎摸里头这个味 用你腮棒的牙 边扎摸味边喝啤酒 就这么一块鱼不吹牛 一会儿这一箱啤酒就没了 一会儿这一箱啤酒就没了 这个明太鱼干可以说是 沿边地区最有名的一个特产 很多人来沿边旅游 在出去的时候都会带点明太鱼干 在延吉的西市场有很多卖明太鱼干的 但那个明太鱼干没有拿水泡过 就是干的 也可以吃 怎么吃呢 就当地人会拿狼头 把鱼砸砸砸松了以后 蓬松起来的肉吃着 感觉更有滋味 在延吉有句话这么说的 干明太鱼和狼头是绝配 就好比榛子核桃和老虎钳子一样 这都是一套的 盐瞅了半天 就这个菜最辣 全是辣椒都看不见鱼了 这回来又要用上金卡了 底下是豆芽 上面是一整条明太鱼 这个鱼肉就比较嫩了 红彤彤的辣椒 有一点甜味 然后特别特别辣 赶紧喝点酒 来到明太屋你才能尝到真正的辣 这个辣椒酱绝对不是你想象的 泡菜上那种韩式辣椒酱 那个不是很辣 这个确实是辣 我感觉整个朝鲜做 包括韩国对这个豆芽真是迷之热 很多菜里头 包括汤里头都有豆芽 吃了半天有朋友就好奇了 这个明太鱼到底是啥 为什么我很少能吃到呢 因为这个明太鱼的产地 就在日本 俄罗斯 还有韩国 朝鲜这一带的海域 它也属于深海鱼 外国人叫阿拉斯加大口鱼 是属于血鱼类的 那么这个明太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特别有意思 捕朝鲜时代 第一次捕上鱼来的这个地方 叫做明川郡 这是个地方 捕鱼的渔夫他姓泰 所以说后人就为了纪念他 韩国都非常爱吃明太鱼 甚至在韩国有一首歌 就叫做明太鱼 歌的内容讲的就是 这个明太鱼 各个部位浑身都是饱 每个部位怎么吃 怎么吃呢 就是这样子 鱼皮包饭 这也是颜面的一个特色 这个鱼皮是干鱼皮 然后扯下来 拿水一泡就可以包饭了 里头是这样的糯米 尝一下 有点这种鱼油的鱼皮的香味 里头这个饭特别糯 像打糕一样的口感 再蘸个辣椒尝一下 鱼皮的鱼皮 说了半天我最想吃的就是这道菜 明太鱼锅 这个鱼锅很有特色 就是采用沿边地区特有的一种做法 就是啤酒锅 这里头的汤汁全都是啤酒 从这块鱼能看出来 这些都是干鱼 越煮它就越嫩 全是鱼籽 这一口吓着 真香 里头脆脆的鱼籽 把鱼籽泡点汤 试一下这种泡汤的鱼干肉 它这个口感就好像是把这个烤的 然后在这个汤里头煮了一下 吃了半天 原来这个精髓在汤里头 有一点点的啤酒味 稍微发苦 但是特别的香 把鱼的味道全都煮到汤里头了 吃口面配这个汤 绝配 哇 真香 明太鱼在整个延边地区 到了清明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吃 我顾问一个就是好吃 二一个可能清明清明 吃鱼的眼睛有明目的功效 是不是这意思 这顿饭吃完就吓得 哎哟 下这么大的鱼 头一回要做个结尾 离门口这么近 它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不错 但是你作为吃饭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更适合喝酒 比如三五个朋友来这喝酒吃这个鱼 越杂磨越有滋味 除了这些鱼之外 我要说一下 那个温面还挺好吃 没想到温面是这样的滋味 来到延吉 不管哪一家 总之明太鱼一定要尝一尝 最好去西市场买点带走 好 那就这样 这没地去 再等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